- Earth 哈囉大家好我是果肉莖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下 航班在8月19號更新當中推出的一個新的跨幅副本 椅卡爾神廟 那這個椅卡爾神廟 就是取代我們的底比絲神殿哦 原本的底比絲副本已經被拿掉了 絕代之的是這一次新的副本哦 提卡爾神廟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個設定 這是提卡爾寺院 這是水軒大叔的翻譯 他已經把它中文化了 我們就直接看中文化的大家會比較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副本設定 有四點 首先第一點是這個 他的一個活動時間 每週一跟週二 往上的九點半開始 然後要八十等才可以進入這個副本 可以透過我們的世界副本的一個UI介面 或者是畫面右上角的一個 副本提示進場 然後第二點是在這個副本裡面啊 你是不能使用這個王族的帝國屏障 還有法師的絕對屏障這個技能 這個無敵的技能是不能施放的 然後第三點是這個 往返的房間進入人數啊 也是跟我們的迪比士一樣 都是20個人 10點的時候就可以從這個NPC進入 一樣是跟他講話講一講都可以傳送進去 然後第四點就是跟他跟吉比斯副本一樣啊 都是有王冠的設定喔 所以打BOSS打一打 打完之後他會噴一個王冠 你撿到王冠之後就可以再追加30小時的副本時間喔 所以基本上都是跟吉比斯的設定一樣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點喔 副本的地圖喔 好那左邊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塊綠色的地圖 很大一塊喔 然後這一塊就是他的第1的地圖 在提卡爾副本這邊他大概有兩個地圖 一個是左邊這一塊然後另外一塊就是神殿的內部 他這個副本直接把我們的村莊 跟我們的一個 剛門人這邊喔 直接做成同一塊地圖 之前的迪比斯是分開的 喔現在變成同一塊 然後他現在改為30傳送點喔 因為之前的迪比斯是只能傳送到這個 金日塔的入口 然後提卡爾特副本啊就是 可以從村莊選擇30傳送點進行傳送 傳送到這個藍色圓圈圈的時候啊 你在用走的方式前往這個 看門人的地方喔 因為傳送點從一個變成三個喔 所以這個副本的一個反手難度就提高很多喔 原本就是守一個地方而已喔 現在要守三個 跟騎人工程上一樣喔 有三個地方在傳送 那進入祭壇之後啊 在祭壇裡面就是20個人嘛 滿了就不能再進去了 要等有人 遲掉出來才可以再補人進來 然後裡面就是有兩隻大蛇 大蛇的boss 跟迪比斯一樣啊都是有兩隻boss的存在 小王boss拿到寶物之後就可以離開啦 這個是基本上這個副本是這樣子 在以前還是迪比斯 副本的時候啊 如果兩方的人數差距太多喔 另外一方基本上是不會來撞迪比斯的喔 因為迪比斯很好防守 他的傳送點只有一個 當防守方站喔位置的時候啊 你再飛進來喔基本上都是被秒殺喔 所以人數差距很多的分區喔 基本上是不會來撞迪比斯的喔 不過現在改為有三個傳送點的迪卡爾副本喔 對防守方來講是比較難防守的喔 所以迪卡爾副本的爭奪戰啊 等人又要開始了喔 又可以打起來了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副本有哪些新的東西喔 有三個新的項鍊 都是紫色的 傳說階級的 有這個 傑佛雷庫的力量項鍊 敏捷的 還有自立的 然後下面還有兩個新的頭盔 就是傑佛雷庫的靈頭盔 還有傑佛雷庫的皮頭盔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個新裝備的能力喔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傑佛雷庫的力量項鍊 他是傳說階級的裝備喔 然後是全職業都可以使用的裝備 然後他的能力是防禦-3 力量加3 衝運抗性加5% 衝運命中加3% 這是力量項鍊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是這個 傑佛雷庫的敏捷項鍊 他的階級一樣是傳說階級喔 然後只用職業是妖精槍手 然後他的能力是防禦-3 敏捷加3 衝運抗性加5% 衝運命中加3% 接下來第三個 傑佛雷庫的自立項鍊 他一樣是傳說階級的裝備 然後使用職業是法師真槍手 還有神聖劍刺 然後他的能力是防禦-3 自立加3 衝運抗性加5% 魔法雙透加2%喔 這是自立項鍊的部分 接下來第四個是傑佛雷庫的靈頭盔喔 然後他是英雄階級的裝備 全職業都可以使用 然後他的能力是防禦-3 力量加1 安定死之4 接下來第五個是傑佛雷庫的 皮頭盔 他是英雄階級的裝備 然後使用職業是這個妖精跟槍手 然後他的能力是防禦-3 敏捷加1 安定之4 那除了這五個新裝備之外啊 還有哪些東西 是可以從這個副本裡面來取得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這個就是提卡爾副本的一個圖案啊 那我們都點這個放大鏡喔 進去然後就可以看到裡面的內容物 他這邊有這個 王族的技能書 帝國盔甲 大概會噴這個紫技 項鍊的部分 頭盔的部分 然後還有王族的技能書 有猛盔甲 還有我們的一個變身卡 潘朵拉喔 還有其他爾系列的藍裝 這個毛啊 鐵頭甲還有頭盔 提塔爾盾牌 還有這個 這兩個應該都是項鍊喔 但另外有一個特色就是 這些裝備都不是刻印的喔 之前我們要拿到 提卡爾的裝備 就是要用活動製作去取得 現在打這個boss也有機會拿到喔 而且還是沒有刻印的 所以在這邊啊 如果王家講要買提盾的話 你可以先等這個 改版之後才來買喔 因為改版之後boss就會噴了 然後他的階級又是藍色的 所以噴的機率應該是很大 然後下面還有一些 一般的用品喔 豬捲之類的 然後他這邊還有一個 迪卡爾的一個寶箱喔 這個黃色的是高級的寶箱 然後下面這邊的是一般的寶箱喔 跟那個迪比斯寶箱一樣啊 都是 點一點都開東西出來的那種 然後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這邊大家可以發現啊 我們已經找不到我們的迪比斯副本喔 這邊已經沒有迪比斯了 所以跟迪比斯有關的裝備啊 可能曲折難度會慢慢的提高喔 因為他的數量會越來越少 但是這個俄羅斯的壁甲 或者是阿露比斯的褲子喔 他們的數量會慢慢的越來越少 所以想要這些裝備的玩家可能要 趕快來入手一下喔 那另外啊 這一次的提卡爾副本應該也是 之前迪比斯副本的一個強化版本喔 所以boss的難度可能會變得更高喔 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介紹啊 我是古今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啊 掰掰 拜拜